大家好,我是施霍格,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对北大的数学天才啊,北大的助理教授韦东一的看法,对就是右边这位 这位相貌平平啊,一脸笑容的年轻后生,他其实是个90后 看上去很不起眼,但是他却是北大的助理教授 而且他的前途非常光明,他在他高中的时候啊,连续两次拿下了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满分 他还不只是什么一等奖的问题,他是满分,这是天才中的天才,绝对不是什么常人的智商能够比理的 考进北大以后呢,他也拿了很多国内的数学大奖 大家看他是怎么出圈的呢,他本来应该只在数学界有名 因为数学界啊,说句老实话,中国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都文化都没有,普遍都是他妈初中高中文化 像这样一位,一般只能在圈内有名的人是怎么出圈呢 其实还是媒体的炒作嘛 媒体在采访他的时候啊,发现他右手一个矿泉水平 左手一袋馒头啊,显得非常平易近人 跟他那种超高级知识分子啊,北大学霸,助理教授啊 各种啊,国内国际数学奖的那个奖牌,金牌得主的身份啊 显得那么的具有反差萌的感受 这当然就有一定的话题性了 当然这个话题性也是媒体故意炒作起来的 像这样一位人啊,首先我对他的个人我是非常钦佩的 据说他每个月的花销就几百元啊,不是他没钱 是因为这个人啊,一心铺在学术上 他不会对一些什么奢侈品啊 什么生活的一些过多的享受啊,感兴趣 纯粹就是一个什么刻苦专研的一门真心的把身心都投入了数学研究事业的一个人 他本人我是很钦佩的 但是呢,我瞧不起的是媒体的那种带有浮夸的描述啊 媒体啊,就打造出这样一种人设啊,就是一个完全把全身心铺在工作和事业上 然后就完全就是对生活的物质水平需求极低 成为一种啊,值得赞扬,值得全体联系人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刻苦专研自己的专业这点肯定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对于物质生活完全没要求,这个作为宣传点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这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啊,大家都996吧 都拼命的帮老板干活 然后呢,就不要找老板都要工资了啊 对,我就是全身心投入事业啊 你给我一两千块钱啊 让我在富士康啊 每天干20个小时,我给你卖命 然后我为老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对啊,对不对啊,这个值得表扬 然后我向老板索取的少 但是呢,我为老板付出的多啊 这个值得啊,宣传 其实媒体,很多媒体它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变相的,就是传达这样种思想 就是让你心甘情愿的当韭菜啊 帮老板几乎是以最低的那种生活水平的那种所得的报酬 来替老板拼命的打黑工 对,对,没错 就是潜移默化的让你变成一颗心甘情愿的韭菜啊 而且啊,我觉得媒体 对这样一个人呢 他没有必要过度炒作 并且树立成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很简单嘛 这个人明摆着就是个天才嘛 你一般的人,像我这种低智商的人 就算一辈子比他努力十倍百倍 我也达不到他这个成就啊 对不对 媒体一味的宣传他如何刻苦,如何钻研啊 却在淡化他本身的那种自身的极强的 一般人根本没办法达到的天赋 其实是会让很多青少年误入歧途的 中国的应识教育啊 让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学得面面俱到 中国的这个数学 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题目啊 是非常难的 可能国外美国他大学才学的内容啊 中国初中就教了 但是这种方法他究竟好不好呢 这种填鸭式的教育 从小就让学生互相内卷啊 极端的内卷啊 做各种难题来进行那种拼命的竞争 而且不只是数学啊 数理化啊 语文啊 各种科目都是这样的 而这种选拔人才的机制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看实际效果嘛 实际上中国的数学水平啊 尽管中国如此的重视教育 中国的数学水平也排不上全球的顶尖啊 离真正的欧美发达国家的那些数学家的成就差得远 真的差得远啊 那么问题来了 明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基础数学啊 基础理工科知识是全世界搞得最难的 为什么最后出来的成就出来的这种专家质量 并不如外国了 我觉得这填鸭式的这种教育体制啊 它确实不适合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你说一个人要成为某个科学家 要成为某个地方的达人 他必须要有极强的创新能力 而中国的所谓的难题教育啊 其实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做题家 反而扼杀了很多小孩子的那种天性啊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他其实在 可能他也有数学天赋 但是呢由于你这个学校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啊 让他对数学本来就没有了兴趣 他就干脆就不学了 就其实扼杀了很多人 说在中国你要出个像这个伟东仪这样的人才 其实挺难的 他一方面呢他自身有很强的天赋 另一方面他还比较狩猎狂对不对 面对中国填鸭式的教育 他居然还不会厌恶不会反感 这种反人性的东西 他没有去厌恶他 使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天赋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应试教育这种体制啊 他其实是摧残了很多真正的人才 只有极少数有狩猎狂倾向的人才呢 他能够在有天赋的情况下 能够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最后能够出来 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的一个看法啊 所以说我看着一个拿着馒头和宽散水瓶的人 在受媒体追捕呢 我其实感到很寒心 觉得这些媒体啊 竞树立一些高不可攀的形象 来让人去作为榜样啊 这其实根本就脱离了实际 脱离了这个现实的具体的情况 最后对这个世界呢 也没什么好处 就是浮夸风的一种翻版吧 是另外一种浮夸风 好就这样再见 这就是浮夸风的一种翻译